好第五題啊 利用短除法來求最大功因素 我們來看看喔 短除法怎麼就做最大功因素呢 180 126 我們先用2這裡就90 然後這裡是63 接著我們用3這裡是30 再來是21 再用3這裡是10 37 21 所以它的最大功因素就是側面這裡 也就是2乘以3乘以3 寫成乘方也就是標準分解式 就是2乘以3的二次方 這就是它的最大功因素 接著我們來看第二小題 48 72跟90 48 72跟90 我們來指因數分解 用2這裡24 這裡36 這裡45 接著用3 38 24 這裡12 這裡15 然後咧 還有沒有共同的因素 沒有了 所以做到這個地方 我們就找出它的最大功因素 就是2乘以3 也就是側面這邊 沒有其他的人 好 這是第二小題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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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